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2月20日 星期一 香港人 最近很多 近這兩年 很多移民來英國 移民跟我們有點不同 不過 也是一樣 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 香港人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一窩蜂去賣樓 因為有人聽人說 或是哪裏介紹好 哪裏好買 就去一窩蜂買樓 完全沒有在那個地方考察過 也沒有住過那個地方 根本就對那個地方有無所知 只是聽人說 我們從來都是建議大家 去到一個地方 你一定要先住在那裏 住到差不多了 然後 真的有需要才去賣樓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英國地方很大 那些樓不會那麼輕易上升 不斷告訴你 那些樓升得很厲害啊 他們不斷哄你去搶 結果 出事的 就是這班人 最近 有一個英國的群組 就說 他的家人 或者親友 在一天之內 被人打劫兩鑊 當然不是同一個人 有兩個親友遇見 這個匪徒遲刀 還很猖狂 就說 英國治安真的差了 有一個 女人在網上發文 其實肯定是藍絲來的 這些肯定是藍絲 也不用說了 她說 其中一個親友在 曼徹斯塔 以及 Saford 連續兩次遇劫 被劫去單車 和手機 其中 一個劫匪手持 23厘米長的刀 推跌小鞋 相當猖獗 她說是一個港女來的 在一個群組 英國香港人生活交流區 發文 一個是她的兒子 一個是她同學的老爸 爆他在Booley Hill Park 被一個持23厘米長的刀匪撿他單車 23厘米是她的目測 還是她感覺到那把刀有23厘米呢 通常很難有那麼準確的 以及在Luck Hill Primary 巴士站被人搶手機 其實搶手機 在英國也挺普遍的 然後她上載了報案訊息 其實報案訊息 不是一個email 沒有警察來的 你打了報警是沒有用的 這些個案 她就會叫你 發電郵來的 她就會安慰你了 你現在沒事吧 有沒有生命危險啊 有沒有人 對你生命構成威脅啊 有沒有人要支持你啊 有人要支持你啊 如果你說有的 可能就會看看有沒有警察 可以盡量趕過來 通常都沒有 很少 其實很少見到警察 我有一次在蠻城 當時有個網友 我們去蠻城 見了一個網友 然後 看到前面 隔離街 有一個人 給警車 帶上車 通常都是毒品案 毒品案警察就會去查 這些搶劫 這些小事 搶單車 搶手機 其實 沒有警察來的 事件引起 港人的熱議 見怪不怪 提醒出門小心點 有人說 中北部治安真的很差 倫敦 倫敦 也是一樣樣樣的 沒分別的 大家大行搶電話 倫敦也有 他首先利申即時暴露身份 他的朋友發了小紅書post給他 說他那裏超多海外的學生 上了小紅書的大家都知道甚麼人 我們也不知道甚麼是小紅書 他每天被偷搶手 他每天被偷搶桌 每天都會偷fi 每天都會偷的 最搶手的是甚麼呢 搶手手機和單車 即時拿去賣 方便 很容易的 偷單車 大家去超市 單車超市買東西 如果他沒有鎖 出口就沒了 一定不會有的 這樣的情況 大家其實應該怎麼應對呢 其實最好 我覺得 大家住之前 千萬不要心急買樓 我也說了很多次 因為 始終你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 你一定要 去那裏 了解多一點區域 你想在哪裏住 你一定要看著區域 這裏是不是有些犯罪率很高 因為全部都是上網查的嘛 有些地方兇殺案很高 經常都很殺人的 那些地方就盡量不要去啦 就沒有人被殺了 有些可能是打劫很高的 持槍入屋的 持刀入屋的 或是爆格很嚴重 其實 這裏的爆格也很厲害的 大家不要以為是甚麼 廣場 被人爆格的機會比較小 住在 獨立屋 經常都被人爆格的 很多地方 去年我看到一個 他拍了影片 一個香港人 回到家 應該要出去一段時間 回到家的時候 看到整個屋滿目倉儀 被人掃得亂了 然後他說 哎呀 我的勞力士呀 那個又是阿伯來的 阿叔還是阿伯 哎呀 我的勞力士沒有了 事後其實是一樣 你是 報警 警方也叫你根據E-mail 報警 把你的情況說低了 最終 他確認了你沒有即時的生命危險 就不會派人來的 過了兩天左右 你會收到一封小冊子 一本小冊子 教你如何放刀 有人虛寒問暖 關心一下你 應該是怎樣怎樣的 你要做足防護措施啦 除此以外 沒有東西跟進的 賊是否抓到呢 從來都沒有抓到賊 所以我們被人偷車 我們也免費氣 你根本就不會有警察來報警 警察也不想理這些事情 你報警也沒有用 所以我們也是建議 最重要 各處鄉村各處例 英國 的警察比例跟香港 是1比30 即是按照人口比例 香港 香港 每一個人 香港的警察 比這裡多30倍 按照人口比例 這裡很多人才是一個警察 香港很少人才是一個警察 香港有3萬警察 所以我們也是呼籲大家 一定要多點了解這個區 你要上網 有資料給你看 查清楚 哪個地方罪案率太高的 就盡量不要去 住在罪案率也沒有那麼高的地方 出入 尤其是手機一定要注意 單車其實很容易被人搶 被人偷的 經常都被人偷手 偷單車搶單車 如果 開刀 搶單車其實也挺少 那區的治安一定會很惡劣 真的要大家 不要 看網紅也好 看哪些名嘴介紹 要你去哪裏買樓 你就去哪裏買樓 最終就肯定是罪惡 本身那些區就是罪惡溫床 尤其是在香港 展銷廳告訴你 叫你買的那些 那些要給三成佣金的 你想想想 一直都跟大家說 千萬不要買這些樓 一定是罪惡的 第一 你買貴 第二 那些區通常都是罪惡溫床 都是最壞的區 一定是最壞最壞的區 你不認識的嘛 在香港你不認識的嘛 風光如畫 你看那些配套 你看那些照片多漂亮 只是照片來的 來到英國 死了 到處看 看下去 好像 莫桑彼克那樣 還是士德克蘭 還是巴格達 巴格達也好 現在伊拉克 翻身了 現在伊拉克的經濟很好 人均收又高很多的啦 差不多沒有打仗 問題好像不是巴格達 不是巴格達 所以呢 從這個 根本問題 解決一定要的 因為 你沒有辦法 預防一些東西 因為 賊的東西你其實真的不能預防 他要來就來 或者他在那裏撥開 你經過就劫你了 這些東西很難預備 很難預防 問題就是你一定要 從你那個根本的問題解決 首先你調查一下 到了做完調查 還有發生這些事的 也不可以說啦 如果損失不大 算了 一聲吞掉了 沒輛單車就買過價了 不要買那麼漂亮的單車 手機 讓手機也不要經常拿出來刷 尤其是 其實他是看別人欺負的 大大隻隻的就可能好一點 小小的就欺負你了 可能是欺負你了 可能是欺負你了 可能對方比較高大一點 這件事 就是 真的沒有辦法 只能夠算自己不幸 最重要是人沒事 因為人家拿刀嘛 如果真的拿刀來跟他拼命 那就要捅你了 怎麼辦呢 最重要是人生安全是最重要的 錢財也是新外物 所以 來到每一個地方 去到世界各地也好 你 一定要 對那個地方多一點了解 千萬不要人運逆運 還有 看那麼多小紅書沒有益 為什麼 你看到小紅書 你的圈子 全部都是男士 全部都是內地的居民 留學生 其實他們 尤其是留學生 他們 是 劫匪 賊人的目標 一個中國的 開餐館 做生意的人 他們 通常很多人是會保留他們的 因為知道你有錢 知道多現金嘛 因為中國人在開餐館 通常百分百都是門稅的嘛 那門稅 那些錢不會存在銀行 那就放在家 他們就會有機會被人爆隔 所以那些人 一定會保留那些 餐館老闆 這些是 做餐館的朋友告訴我 大陸的留學生也是一樣 大陸的留學生 如果領域區太多大陸的留學生 也是有一個問題 因為你可能會央及遲餘 因為他們知道大陸的留學生有錢嘛 所以就被人打劫 成為了他們打劫對象 這個可能真的是要避忌 這次時間 我們暫時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 就算遇到 不幸遇到這些劫案 也最重要是保護自己 人命重要一點 錢財身外脈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六部曲 我們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 訂閱Patreon 多點留言 多點活動 多謝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暗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暗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住也覺得挺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紀裏面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 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害怕封網 尤其是可能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 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現在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我們會將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 拜拜